欢迎收看全国第一名的节目 第一名的节目要预告性的内容 预告什么就买什么 这个叫百分之百实际上操作 如果你看了节目你跟的老师 不是百分之百实际上操作 你现在赶快赶快赶快来找政军 因为什么最快 重新来最快 因为你不是跟实际上操作 是没有用的投资朋友 你看的节目每个人都很准 你有看过谁的节目一开场 或者是整个节目都说 今天赔很多 我们今天烂会赔好惨 昨天买了什么 今天谍停版 你有看过这种节目吗 每个都马在吹 对不对 吹没有关系 吹没有关系 但是你不要跟的是吹的老师做 因为你如果跟的是每天在吹 几%都不是你的% 几只几只都不是你的几只几只那有什么用 投资朋友 我也不用挂两串葡萄 你看我节目看多久了 我的节目只有告诉你 我是百分之百实际上操作 那你跟错人 你重新来最快 你重新来最快 我不会给你两串葡萄 每天的葡萄都不一样 那今天可能跟你讲他的细晶圆的环球晶 然后又怎么了 对不对 一下子被动元件 一下子太阳能 一下子风力发电 一下子生计 一下子船产 航运 纺织 塑化 你看这么多葡萄 都不是你的葡萄 那有什么用 你倒不如赶快来找政军 重新来最快 因为你正在收看的是 百分之百实际上操作 到目前为止 全中华民国 全台湾 没有人敢模仿我的动作 直接在节目上 直接问会员朋友 我是问每一个会员朋友 我是问每一个 每一个 我每一个都问 请问政军有没有实际上操作 所以我节目上每天开场 都会跟你讲 这什么招牌动作 赚大钱 捧着钱回家 不是捧一大堆股票回去 因为只有捧着钱回去 才是真的 如果你现在还是有不好的感觉 就赶快调整一下吧 因为剩两天就要封关了 对不对 109年 109年即将告一个段落 台北股市从今年最惨的三月份 8500点 涨了6000点 如果涨了6000点 你的财富是没有增加的 或者是你连那种赚钱的喜悦都没有 那你要调整步伐 有可能是你跟错老师 那也有可能就是你的选股的逻辑 选股的逻辑是有问题 我待会都会说明一下 什么叫选股的逻辑 你要买适合当下在可以操作的 简单讲就是你要买当季的水果 你要吃中西的 你听到没有 那我们操作股票很简单 一定是看当下的 你不要每次就是错过了什么 错过了什么 然后再缅怀过去 那是没有用的 这是股票市场 希望你调整一下步伐 如果都还没有赚到钱 欢迎来找政均 来找全市场的第一名 因为只有百分之百实际上操作 会员朋友才可以赚得到大钱 不是吗 欢迎收看股市将军 台北股市 台北股市涨还跌 跌11点不好意思 我发誓我真的不知道 我真的不知道涨跌 因为涨跌跟我没有关系 我们这边没有在看指数的 我这边没有在看指数的 我会去挑当下可以让你去重压 可以适合操作的股票 我来说明刚刚我讲的 就是你要买当下适合操作 投资朋友三月份是不是疫情 那时候才刚刚开始 从过完年之后 二月三月 疫情最严重的时候 投资朋友 那你就要去买疫情最严重的 检测嘛 对不对 来看一下我们三月份 三月份我们的代表座 一口气涨了两倍 最近好惨对不对 保龄球 为什么我要讲这个 我说你要买当下 当下 三月份的当下 全市场我在最低的位置 在50块钱 我推荐保龄球 它从50块钱涨到180块 当然涨到180块 我就开始骂 我就开始骂 为什么 因为有一些什么 有一些 有一些莫名其妙的分析师 莫名其妙 莫名其妙 这边的150 160 170 开始敲锣打鼓 只有我 只有我跟你讲 你要小心小心小心 我长了三倍了 你才在兴奋 那为什么 我说你要买当下 因为当时候的疫情 是最严重最严重最严重 那需要什么 需要检测嘛 对不对 需要检测嘛 那你不能跟我讲说 老师 他又回到又回到原来 快要回到原来的起障点 老师他跌很深 他跌很深 老师 他180 180跌到今天的80几块 老师可以买了 跌了100块了 老师可以买了 你每天在抢 你还是赔 为什么会赔 因为现阶段 准备是打疫苗 投资朋友 不是检测 你不要搞错方向 投资朋友 这个时候最需要是检测 检测检测 检测 所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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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所以他会喷嘛 那这个时空背景 他需要 他需要什么 他需要口罩 口罩 他需要口罩 口罩 投资朋友 这个时间最需要口罩 那你不能跟我讲说 老师 从216 现在跌到80几块 可以买了 那你却忘记 我在200块也是骂很凶 骂很凶 骂很凶 我200块没有骂很凶吗 你们自己去看节目 200块有人跟你喊300 喊400 喊500 有没有 你自己心里有数 有没有 你自己心里有数 那为什么跌这么惨 好 等我一下 这是我昨天 去康插美 康插美知道吧 康插美 你们现在去康插美的门市 他摆在第一排的 就是门口第一排的 不是彩妆 是这个 而且那个 他是一盒一盒盒妆的 一盒50片 他摆在门市的什么 第一排 买得到啦 买得到啦 买得到你现在去买口罩 你去买恒大 不会飙啊 你要再买不到 大家都拿着那个健保卡 有没有 每天早上有没有 抢头箱 有没有 六七点赶快赶快去排队 赶快去药局排队 准备插健保卡了 准备给他10块钱 你忘记了吗 所以那个操作的逻辑 你一定要懂 你要懂 你要懂 你不能跟我讲说 你用你的方式操作 你的方式会赚钱 你早就赚钱了 对不对 那我通常都是用我的方式操作 那我先讲一下 我每一个阶段 我每一个阶段用的方式会不一样 因为有时候第一季 第二季第三季 包括现在第四季 每一季的选股的逻辑是不一样的 所以你会发现 我每一次在不同的时间 我都会跟你分享 用不同的方式来做选股的逻辑 那我近期也跟你们分享过 近期的选股逻辑很简单 Q1 Q2跟Q3都已经公告了 所以你要去思考 哪一些股票 为什么它本身 盈利率是负的 我最近都是找这种逻辑 盈利率从第一季的负的 跳到第三季的正了 那再去看一下营收有没有积极高 获利有没有积极高 那你再去观察一下 它的毛利有没有往上走 我刚讲的如果都有符合 但是毛利是往下走的 登登也不行 你懂我的意思吗 你不能跟我讲说 老师那个获利 获利不错 营收不错 但是毛利是往下走的 代表什么 代表它明年的产品 它不代表它明年会赚钱 今年可能是会赚钱的 但是明年可能是会什么 会往下走的 看什么 看毛利很准 那我喜欢挑毛利大概50% 40% 50% 我喜欢挑高毛利的 或者是说它本来毛利 毛利很低 你看那个彩晶 为什么我9块钱可以推荐彩晶 因为当时候的时空背景 第一季 你去看一下彩晶的毛利 3% 3%为什么可以跳到30% 你有思考过这个问题吗 所以彩晶最近的股价也不会跌 你有没有发现最近彩晶是不会跌的 你有没有思考过这些逻辑 那如果有 那你就很容易赚钱 那当然如果说你不想那么麻烦 只要花一点时间 登记一下 按个赞 按个赞 去赞或者是TG登记 你去按个赞 投资人员 看一下 你去按个赞 去赞或TG登记 这些都是你的 这些都是你的 这利清你知道吗 对不对 这敦泰你知道吧 那敦泰你也知道 我们敦泰哪里来的 敦泰是从捷讯来的 这你知道吗 这我都有讲过 好来 我们先从 捷讯这样子讲过来 好不好 来 请问有没有看过这一张 有 那为什么12月17号 12月17号 来看一下电脑 这看电脑比较快 我们看一下电脑 12月17号 如果你都懂 那你就知道我在讲什么 12月17号是这一天 12月17号 你只有看到这一张 之后我也没再给你看了 那我后面也不会给你吹牛吹喇叭 又说我有 我不是那种小人 我不是那种小人 就是说这边 这边明明告一个段落 喷上去我又有了 没那回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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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这一段是最好赚的40% 那这一段你有赚到 这一段你有赚到 这一段你有赚到 你有赚到 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 这一段是40% 这一段是40% 如果你有赚到这一段 那投资朋友 那你是不是可以把资金 再转到吹泰 今天好像来到102块 102块 那你有没有想过一件事情 七字头的敦泰 686 725 你在买七字头的敦泰 它供到102块 这样将近也是快50% 超过40% 将近50% 如果你会做的话 那投资朋友 你只要很简单 你也不用那么麻烦 投资朋友 你就不用有的不的 你就不用每天在那插股材 因为很多人喜欢 每天在那插股材 东草西草南草北草 每天都在炒新的股票 每天都在买最新的股票 有什么意义 没有意义 浪费时间 你只要好好 会 你要会赚最好赚的 这最好赚嘛 你不要跟他讲说 拉回修正再买 没那么厉害 我跟你说没那么厉害 什么冲上去拉回修正 快来买 没那么厉害 为什么 因为这段 这段先躺在拉底 假设你这边有200万之一 200万40% 投资朋友已经冲到280万 你再把280万 投资朋友你没有那种概念 你把280万的钱 你把280万的钱 去买敦探 你大概可以买 买大概40张 那40张它涨多少钱 涨了30块钱 你这边又可以赚120万 那是不是280万加120万 就可以跳到400万 也就是说 你当时候的时空背景 假设你是有200万资金的 200万资金 这一段先跳到280 280你再把钱 你再把钱搬到这边来 投资朋友 就变400了 好 为什么要讲这个 这是我刚刚开场所讲的 你有没有操作的策略 现在不是那个1万点 1万1 1万2 投资朋友已经1万4千多 已经逼近快1万5千点 没有那个股票 都是一定涨一倍一倍一倍 虽然政军家族这边有 虽然政军的家族这边都有 常常发生 真的有啊 我没有乱讲 我没有乱讲 常常都有啊 我们来看一下 我们来看一下 可能你都觉得老鱼菜卖瓜 你应该很清楚吧 我们8月份 8月份 这10块钱了嘛 10块钱的大雅 对不对 这22块嘛 常龙我也介绍过啦 但是我只讲我有做的 我只讲我有做的 这跟后面跟我没有关系 我不会说这边我有做 然后就从这边给你接到这边 我赚4倍 神经病呢 我赚4倍 我只赚这一段啦 后面跟我没有关系啊 后面我再做别的啊 后面我要做别的 我没有办法 我没有办法从头 哎 投资朋友 你说这样子 这样子一洗 不会怕 不要骗人啊 洗都不会怕 无敌铁金刚才不会怕 这是8月份嘛 对不对 那你每个月 你只要相信我讲 每个月 每个月一定都什么 都想尽办法 非有好事发生 这是9月份的 9月份的辛普罗 有没有 然后这边100 100我骂最凶 我不会骗你 100我骂最凶啦 那时候 110 120 谁叫你去买的 那今天剩87块多 哎 人又不见哦 这边买的老师又不见哦 也有不见哦 也有不见哦 我不会骗你 又在讲最新的标股 我不会骗你哦 所以你们都喜欢看到莫名其妙的 这边不买 这边不买 买这边 要跟你讲上看200 上看200 然后80几咧 你竟然在那边上看200 那87你怎么不敢买啊 我合理嘛 我可以合理的去推敲嘛 你这边喊200 那你跌到87 又买其他的标股 那不是莫名其妙 对不对 辛普罗 没乱讲吧 真的都会有 都会有 那接下来就这一档啊 汉讯啊 投资朋友不是吗 这都翻倍的股票啊 这都翻倍的啊 这都翻倍的啊 天语 当然最强的 目前最强的 最强是什么 投资朋友 大家最爱的啊 除了航运之外 长荣 长荣 阳明 对不对 最近的比特币 比特币也狂飙 比特币狂飙 比特币狂飙 有没有像比特币 再加上 快充 有没有这种股票 好 我想要挑战一下 有没有这种股票 有没有它有比特币的题材 又有快充 又有游戏机 你们知道游戏机吧 Xbox PS5 有没有这种股票 那如果有这种股票 可以把握一下 你们像不像有这种股票 我真的没跟你乱讲 有时候我在讲 你们都觉得真的有这种股票吗 真的有这种股票吗 你会打一个问号吗 就是从12月8号 来来12月8号 来导播看一下这张字卡 谢谢导播 12月8号 语音辨识滑讯滑讯 这都给你们说了 这都给你们说了 12月8号 好 12月8号 你也不会相信 12月8号 来 47块 47 85 快翻倍了吧 是不是又翻倍 那如果12月8号 你是相信的 这什么 这你看过 你不要跟我讲你没看过 你不要跟我讲你没看过 你千万不要说你没看过 好 那我刚刚也问过你 那有没有像比特币 有比特币的题材 6150汉讯嘛 对不对 那有没有像天狱这种题材 快充 也有游戏机 游戏机最近 游戏机我们来看看电脑 游戏机最近也是很强 你不要说游戏机 这个巾国光它是没有跌的 你不能跟我讲 它没有狂奔道 它是没有跌的 它算强势的 它算强势的 游戏机嘛 好 那有快充 又有游戏机 又有比特币 那就这一档 真的要好好把握一下 真的 因为 每一档当初在预告 当初在预告敦态你也不相信 当初在预告敦态你也不相信 好了 参考一下 反正能讲的我们就尽量讲 就这一档 有比特币 有比特币又有快充 又有游戏机 它还有那个NB 就是那个居家 现在都是不是居家办公 远距教学 就这一档 真的 我每次先跟你预告 我两个礼拜前 就问你会不会过前高 这哪一支你知道吗 就这一支 今天报纸 这是今天的报纸 哪一档股票 红贯店 红贯店 订单 已经塞到爆 它的订单已经满了 这你自己看 这绝对不敢 这绝对记者不敢乱写 我不会骗你 记者乱写 它负责任 明年第一季 跟第二季 如果第一季 跟第二季的订单是满的 那它的上半年 就会非常的漂亮 3257 红贯店 这是今天的工商时报 挖矿 挖矿你知道吧 汉讯啊 你汉讯你没根 我都有给你推荐 这个是天狱你知道吧 这游戏机你知道吧 居家办公 这都跟它有关系 营收是创新高 获利也是创新高 获利是一季比 一季还要来得高 营收也是一直创新高 我告诉你明年会更高 明年会一定会更高 因为它本身有挖矿 挖矿的还没算进去 我先各位投资报告一下 挖矿的 挖矿的跟快充的 都还没算进去 目前算进去的 只有这一个区块 这个区块 这个好像也没有算进去 那接下来 接下来12月份或明年 明年开始会把这个算进去 会把五充的算进去 所以明年的上半年会非常的漂亮 3257 红 灌 点 那请问会不会过前高 这3257啦 不用再call了啦 会不会过 量都跟我讲会过啦 这我两个礼拜前跟你预告的 那今天已经供到哪边 已经供到90块多 今天已经供到90块多 那我先跟你预告 不是说供到这边 它可能就停掉 如果不小心供超过这边 它会继续喷 它会继续喷 现在标股不多啦 就跟华逊一样啊 喷过55块 我当初预告才预告65到70 今天已经喷到80几块了 投资朋友 但先跟投资朋友提一下 华逊不要再追了 我从头到尾都没有在节目上跟你讲说 你不要再追了 因为从40几块到今天的80几块 已经涨了快一倍了 那如果你有华逊的 沿着5日线操作 沿着10日线操作 没有的人就不要买了 没有人可以买新的嘛 买宏观店也不错啊 3257啊 那如果说你也不知道怎么操作 那今天还是一样 最后一次咯 因为剩封关两天 一样按赞 LINE TG登记 今天跟你分享一档股票 就这么简单 中场先休息一下 马上回来 我们下期再见 第一万点 就没见过 我先打过点 我先打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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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出利清 买这一档 希望你要来 那包括刚刚有给你推荐这档股票还不错 3257的宏贯店 你要特别留意一下 如果你都没有赚到钱 麻烦你 麻烦你做一件事情 真的麻烦你 麻烦你 麻烦你看完节目去按个赞 然后到LINE或者是TG去登记 你登记好之后 郑君会给你分享全新锁定的股票 这都是明年正军锁定最新的股票 希望你要来 那怎么样得到 很简单 按赞TG或LINE登记 明天早上有人会通知你买最新的新标股 很简单 一样 老规矩 老动作 把电话拨通就对了 感谢您的收看 明天再见 拜拜 拜拜 先评估 定次付投资风险